今天七十一 实际上它跟你人的这个三观是有关系的 你这模仿我模仿的再像 你也到不了我这份了 七十一岁大爷 习武十几年 对于武术见解深刻 在圈内也小有名气 习武这有什么讲究呢 一起来听听大爷怎么说的 这跟皮劲一样 你那崩公子你这儿都没劲 你挣开了就有劲了 就崩出去了 打拳一样 我要想打那边 我一定先上这边来 你打人我一定全的钱收回来 我才能出去 欲左先右 欲上先下 欲下先上啊 刚才我采访那大爷说您讲的特别好 说您这个练的特别好 没有 我也是自个儿 琢磨点这个道理 您今年多大年纪 今年七十一 练这个武术多长时间了 那有十多年了吧 当时怎么想起来练这个的 这不是脆了休没事干吗 总比在家里强 也比喝酒的打方向强 对吧 对 自己学的吗 还是怎么学的 基本上就是看网上的人 现在不是很多渠道吗 现在人都不保守 你都是问出放 没错 看光大 对对对 把这些东西 也有对的也有不对的 不管对不对 反正就跟着人家 那什么呗 我觉得悟性挺高的 你要能练成这样 这不容易 这好多人有师傅教都练不成这样 这武术朝起来说是 好像一个是四肢运动 躯体运动 实际上 它跟你人的这个三观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说你找师傅 先考察的是徒弟的品性 他不是说这孩子真棒 但是品性不好 也不教 也不行 他有的时候你找拐位 里面拐不来 你这看问题处理问题 那到执扭的地方 那比较执扭 他不会找个变通过 这也一样 你看这动作都是一样的动作 他主要是 为什么让人看着顺当狗 看着不顺当狗 在这儿 就这么个人 重看一件事 重看一句话说说 人家说你说爱听 他说本个不爱听 那语气啊 注词啊 那遮掌符号 甚至断句都断的符号 这是一个道理 真是一个道理 你念文章你 你念诗 为什么古代人嗆 叫云颂 咱们现在叫朗读 到现在就连朗读都不朗读了 就是念 好些领导在那念 搞了 还磕磕巴巴呢 那你说是吧 他就感情没进去 对对对对 对吧 那东西好像都不是他写的 所以他可不磕磕巴巴 他要投入进去 如果是调查报告 我出去 我身有体会 哎呀 这个工厂什么样 农村什么样 写出报告来 他有身有体会 身有感情满回 是这种这种心态 写出的东西 跟别的不一样 没错 这个也一样 就练这个武术 您觉得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好处太大了 一个是身体好了 其次性格会改变 不是练武术的人越练越暴躁 越练越狂妄 而是越练越知道 哦 不行 我差多了 这里都伸了去了 不是说练了武术以后 就找着伸就跟人打架去 不是找着谁 这也看不上那也看不上 到哪儿 误误误误的 越练越到练到一定程度了 你一开始你才知道 学而后知不足 你没学 这有什么呢 要不练了两下 你瞧瞧我挺棒 你再往后练 你是不是就害怕了 有道理 哎 你就害怕你都得针了去了 你只知道我们现在 甭说皮毛了 可能人影还没摸着呢 就刚模糊糊糊看了那么远 嗯 您太谦虚了 不是谦虚啊 确实是这种回事 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去 你不能说话 这有什么不就是 这么一破玩意儿 目眩眨眨 不是那种回事 而且也不能从相上 能形成就好了 啊人家就这样 我也这样 你就这样 你就跟人就不一样 你哪跟人翻拍的似的呢 你就不一样 这就是过去的讲话 维兰芳讲过这个话就是 学我者生 像我者死 你就模仿我 模仿他再像 你也到不了我这份了 你非得自己出来 你自己的东西 你可以学我 但是你千万不能像我 所以有人被像就给像住了 只是去外在的去找这个 没有看到人这东西 我这沉出去 我这手出去要干嘛就不知道 哎呦 您说这个挺有哲理的啊 厉害厉害 听说您还教了好多学生 没有 说什么就这么一块玩 反正我给他们 好像那个摸着一点东西了 就给他们说说 不敢说教 真谦虚 因为这个你给人说多了说咋了的 有时候你这个未必是帮了人的 有时候还怎么毁呢 你就问你说这要不对呢 人家跟你这路走又走一天 这个教人也不是说你觉得你这也叫教人 跟人家商量 哎 你说这么做 才觉得哦 您这干我这方法好使 那你才对 说你这方法人家觉得不好使 那也未必不对 可能不适合他 你比如我往西边去 我看看人家从东门出去 绕一会儿也能到西门 那就不如直接上西门去了 对不对 但是有人呢 我这车都到东门了 我又得让东门骑人家车去 这都是什么 什么大部分 您赞同大爱的观点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交流 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